权威代理雇佣案件解决劳资纠纷 请找妹021-254-2903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我们餐餐有蔬菜 保证每天摄入300到500克蔬菜 深色蔬菜应占二分之一 基于其营养价值和健康意义 建议增加蔬菜 特别是深色蔬菜的摄入 您吃对了吗 为什么建议蔬菜要吃深色的呢 颜色是植物化学物丰富与否的指标 在我们摄入的食物当中 过去较多被称为非营养素生物活性成分 这一类的物质虽然不是机体生长发育的必须营养物质 但是对于维护人体健康 调节生理功能和预防疾病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我们称之为植物化学物 植物化学物包括类胡萝卜素 叶绿素 化青素等等 换言之为什么要重视黄橙色 绿色 紫红色等深色蔬菜呢 因为颜色是蔬菜营养素和植物化学物丰富的表现 植物化学物又有哪些生物活性呢 植物化学物有哪些作用 一 明显降低癌症发生危险 蔬菜当中富含的植物化学物 多有预防人类癌症发生的潜在作用 日常蔬菜摄入量高的人群 较摄入量低的人群 癌症的发生率要低50%左右 新鲜蔬菜沙拉可以明显地降低癌症发生的危险性 对未尝到肺 口腔和喉的上皮肿瘤证据最为充分 二 抗氧化 癌症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病机制 与过量反应性养分子以及自由基的存在有关系 现已发现多种植物化学物 如类胡萝卜素 叶绿素 花青素等 有明显的抗氧化的作用 三 免疫调节作用 免疫系统主要具有抵御病原体的作用 同时也涉及癌症及心血管疾病病理过程中保护作用 迄今为止已进行了很多有关类胡萝卜素 对于免疫系统刺激作用的动物实验研究 其结果均表明 类胡萝卜素对免疫功能有调节的作用 植物化学物所具有的其他促进健康的作用 还包括调节血压 血糖 血小板和血凝 以及抑制炎症等作用 植物化学物存在于哪些蔬菜之中呢 比如 类胡萝卜素在植物中主要来自于 黄橙及深绿色蔬菜 像胡萝卜 番茄 叶菜等等 比如多分类 包括黄酮类化合物 主要存在于各种有色蔬菜植物中等 我是东方 祝您健康 下期再见